万大福音第28章第19节 所以你不要去 使万民作我的门袍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势 其实一生你的资源最好就是人 你身为一个老板 你最大的资源是人 你身为你想寻找快乐 最大的资源是人 不是良神美景 不是夕阳 不是太阳 不是靓车 是人 任何时间你都需要身边的人 是感谢你 你身边的人 他的品质优质才行 你做工 你搞一间公司 你需要人才 你不是需要死物 你不是需要良神美景 你搞运动 你再做一队 你需要不是很多篮球 那就赢了这个球赛 你需要球员 是人 是吧 好了 那你人生呢 你快乐呢 你快乐神 是没有再使得你可以结婚 使得你生严养类 但是问题是 你的快乐囊圆不是其他东西 是人的 都是最后的 但是问题是你怎样配得有这些人 并且这些人 怎样可以有优质呢 其实你首先就成为第一个配得的人 吸引他们 然后甚至使得你可以改变他们 是吧 很多明星寻找快乐 有没有快乐呢 没有 因为他以为他的快乐是不需要有人 是吧 他只需要有钱 有物质可以享受 但问题到最后那些物质 他们都 带到多少法乐 是吧 他需要其实是人 所以你想想有多少本小说 你重新想想 你一生里面见过多少本 武俠小说 魔幻小说 蒸鱼小说 或者是爱情小说 或者是 武俠小说 或者是这些英雄小说 里面由头到尾都是说 他很幸福 因为有很多美衣服穿 说完整本小说 你从来见过没有 你从来都没见过 车呢 飞机 吃东西呢 整本小说都是说人 和人之间的关系 带来的 奋斗和开心 人是最重要的 但是你怎样改变他们 怎样配得 我们一起 其实都是人 所以神其实 签计了人生 都是因为你成长 而导致你幸福 因为你成长 你身边就有很多人 甚至那些人都是好的 物以类罪 人以群生 是吧 所以在你那个 我现在说这条路 可以说是快乐的传言 就算读多少书 多有钱 尤其是最可悲的 我觉得我最可怜的 那些 很年幼 十几岁就成功的 哇 真的惨 好惨 因为他 一成功就想着 享受 我觉得其中一个最惨的 Justin Bieber 我觉得是最惨 因为他成功了下一个 他就是想着享受 大家亲眼看到 是多悲惨 他直到一个阶段 是伤害自己的身体方式 去寻找 传说中的所谓快乐 但是他是一个很可憎的人 为什么 因为他不成长 他当日那个 懂得唱几首歌 他已经有完美性格 不是人家羡慕他的成功 他用他成功之后 他立即去找快乐 其实他继续去找他 他死也不会 开心的 因为他成长才行 否则会推走身边所有人 大家知道一个可憎的人 是很难相处的 你是我爸爸妈妈都会这样说的 如果你是很可憎 很难相处 是不是 而且你会受到身边的人痛苦 他痛苦他怎么使你开心 是不是 你都说黑黑面 你对着我黑黑面 没办法 你为他带来悲痛 他对你笑 你会白痴 那些人 不是这样 他都有感情 是不是 所以早年我一看见 关于成长 圣经讲成长 我应该觉得 真是很厉害 根本那些人 连这个字的意义价值 都不知道 所以他们放得很厚 顶着就写一些小说 讲一下 自由体操 打拼球 打篮球 打足球 打得多成长 成为人家的快乐 开心 或者 消遣娱乐 的这些 来源 但是人是放弃自己成长 竟然很傻 最疯狂的就是 这些小说 这些慢慢会告诉你 你在足球或者比赛当中成长 但是 自己以后不能够比赛的话 你就会失去那批朋友 为什么你不是人生成长 使得 成为一个个个都觉得你很可亲的人 他都已经告诉你 你在那里成长 你就会得到那批朋友 为什么你不是人生成长 只是在足球成长 当然我们看会觉得很刺激 很兴奋 但其实里面也给了一个教训 告诉我们 就是你在哪里成长才会有一帮好的朋友 我在信仰成长 我在教会成长 但是你们看到 在我身边 我相信香港 不会数到百分之一的牧师 有我这样的教会 不会数到的 大英姊妹的对我外大 是因为 我很可恨 不是的 就算身边的领袖 跟我一起的时候 我都成长 而导致他们 大家一起 其实很享受 所以成长是一个 很好的字眼 和应该我们很留意的 一个方向 所以成功是好的 非常好的 每天都会成功的 他们会很富足的 但是下一个要记住 在识安学到成长方法 就付出十项 那不单止他幸福 他身边所有人都幸福 他不会成为一个可憎的人 导致每个人都被知即刻 你越有钱越害怕 有时有些人 因为你一发你生气 或者伤害他 他根本是 你以为真是一个面目可憎 很卑鄙无耻 但很有钱的老公 老婆很开心 他反而更害怕 更可怕 你还太多武器伤害他 所以变成 四类型人是一个很好的教导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是一个 很好的 我们懂得与人相处的成功准则 但是成功之后 下一个 留意着 成长才是真正的答案 为了成长 所以你要去成功 这样 变成了你才 觉得成功了之后 你立即有下一步 走 你就会很开心 你会有你自己的社区 你会有自己的朋友 那个社区朋友 按着你一个成熟性格 那个社区朋友 包括了你的家庭 包括了你的家庭 包括了你身边的人 很多人的成功 成长不会包括自己的家人 老公经常找同学 或者找同事去钓鱼 他的朋友 在钓鱼的 喝啤酒的肥脑 是这么多 原因是他在各方面成长 他成长不在性格 所以他不会 连他家里的狗 猫都害怕了 因为他本身不是一个 很可爱的人 曼泰福音第28章第19节 所以你不要去 史曼文藏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传着装置 全程让你天华光静 上传着装置 上前手信你 以自己 上尘说福音 全让你天华 行传你真理话远 无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